我們自己在講 基本上會維持一個中立的態度 那我們碰到主播更不用講 主播應該都還是這樣的態度 導致我覺得有一個是 我自己也是朝著在努力 我覺得那個偏頗應該是說就是 我想拉拔哥自己以前是球員 應該知道就是 以我的習慣就是 我覺得球員是當下第一線 現在正現役的 那即便他犯什麼錯 只要不是那種太離譜 我的意思是說不要是那種有違反 什麼很嚴重的運動道的什麼的 你說一個失誤或怎麼樣那種 都我覺得我們不大適合說有那種 太過於激烈的那種 批評一個球員的這種講法 因為回去我知道的球員是 他其實他比完賽這麼累 他回去很多人他有習慣 是他會看重播 他會聽主播球評怎麼講 其實你那樣講得太過激烈 其實他應該是會滿難過的 我都寫在筆記啦 沒有你那時候還沒播 還好 學長學弟制的 沒有